看 记得那是2024年2月2号 周五的下午 给那位室友介绍给我的巴哈玛的女同学 拍完这段照片后 外边就一直在下雪 周六三号的早上外面是这样的 看个雪多深啊 死盖了 外面已经出现了小雪球 是有一家在尽情享受着大雪 院子里已经成了雪山了 到了周日四号外面的雪更大 后门已经打不开了 看到没 最高的地方已经到门把手了 自行车都快被埋着 看什么 民居家的车 这次的大雪伴随了大风 外面的世界真的是已经白到模糊了 有些窝蜂的地方 像是房屋侧面的雪就特别深 四号这一天基本上就到腰了 后门被封死 于是我挖了一条路 并把后门的雪清掉了 终于到后院了 看这门 看这门吗 怎么呼死了都 抢救一下 门都开不开了 到了五号周一的早上 雪算是停了 于是我们走出房子 在院子周围走就像是探险一样 前一天挖的路没有了 门也被重新堵住了 门也被重新堵住了 而且雪更深 走 我们跨越雪山了 爬雪山 哇 掉下去了 全穿越了雪山 鞋 我已经陷进去了吊坑里了 我没有 都不了了 都不了了 星球志愿 那天是有一家人给孩子挖了一条雪洞出来 这感觉是我从没有过的 这是我的我的帽子 我要进洞了 看这就是一个洞 很暖和的 那场雪后我们知道周四才上雪 当天看到到外边的世界是这样的 而那天超市里也排挤了超长的队伍 最近我们学习了修复老照片 这张照片里的她是学校里我们这一层的清洁工 而刚好最近我拍了她的一张照片 这就是摄影的魅力所在吧